李行老师请教我们一个 让女人地位大幅提升的 风水小觅法 的确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女人是水做的 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 就代表说女人柔情似水 而且女人她也是 世界万物当中最有灵性 当然刚刚听到东东这样讲 我觉得女人真的是 全世界最伟大的动物 那水在风水而已的话又主财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其实男人 如果说你们能够 把自己家里面的老婆 把女主人顾好 其实整个家运都能够顺顺利利 那同样的以女人而言 如果说能够让自己的运势 往上提升 能够巩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的话 那其实就必须要 从现在开始就要 好好的爱自己 可是讲真的 那以在风水 迷你风水的角度 真的在居家风水这一块 有一些有几个部分 真的要多多去注意 因为这些攸关着女主人 攸关着女主人整体的运势 那这几个部分呢 主要是在于卧房 跟这个我们的方位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那以这个居家风水 不利女主人的这个风水 第一个 我们是看卧房 如果说卧房 你采光是不好的话 那其实会直接影响到 女主人心情的部分 会容易疑神疑鬼 会容易桃花孕差 心情受影响之后 我睡眠状态 然后在接下来 我工作状态就会受影响 所以女主人 如果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后面不管是贵人运 财运 或是跟先生之间的感情上面 一定会受到大大的影响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方位 在家中的这个西南方 如果有缺角的话 那一定要注意 那代表就是说 女主人在家中的地位 那甚至就在整个的 我们讲说掌控的权力上面 会大幅的衰落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面的西南方 就风水的挂位上面 属于昆挂 昆挂代表的是女主人 所以家中西南方 如果缺角 代表我少了女主人这个位置 所以女主人在家里面 第一个讲话就没有分量 再第二个女主人在家里面 大家会怎么样选择性忽略 好 第三点 我们回归到这个卧房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房间里面 其实讲这种 我们不太建议 有太多太多的镜子 特别是如果说房间的镜子 是直冲到床的话 不管是说我们从床上 从这个图上看到 我这个床的对面就有一个镜子 或者是说其实有很多个案例 我们在衣橱 很多人喜欢在衣橱的门上面 抓很大的镜子 对不对 但是因为面积太大了 所以直接也会冲到床 那因为镜子的话 基本上它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气 全部反射掉 所以呢 那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睡觉的话 第一个 我睡眠品质一定会不好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睡眠不好 情绪就会受影响 所以夫妻在沟通上面 一定会出问题 第二个 因为镜子代表着什么 代表是增加 那增加什么意思 因为我人看的镜子 我里面就多一个角色 那代表说我在主卧房 主卧房本来就是夫妻 两个很私密的地方 但是我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哪里 在镜子里面 所以代表就是说 夫妻相处之间上面 彼此的角色上面 容易男方多一个人 或者是说女方多一个人 这点就要特别特别去注意 尽量去避免 好 如果各位朋友 您能够在这三点上面 都避免的话 好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了 如何透过自己DIY 我提升一个富贵女王的居家 风水布局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琥珀的这个玫瑰金油 然后呢 那它的这个功能呢 等一下介绍 那这个再来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五行的必席的手链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抱枕 那抱枕上面最好要有这个牡丹的形状 我们准备好这三样东西之后呢 那它的顺序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做任何风水布局之前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要风水布局的场所 这个器具一定要把它整理干净 所以刚刚有提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卧房 另外一个呢 是居家的这个西南邦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清理干净 打扫干净 如果是过于阴暗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开厨师 再第二个我们最好就是说 让它把一个不管是长明灯也好 让它保持一个明亮 好 第二步呢 就是利用刚刚老师有提到的这个琥珀的 这个玫瑰琥珀的这个喷雾精油 那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玫瑰琥珀的喷雾精油呢 因为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惠的功能 而且呢 它有可以达到一个我们增加个人桃花 那这个桃花不管是人际桃花 或者是说这个当然所有的工作上的桃花 都是能够透过这个玫瑰精油 那这个玫瑰精油的用法呢 我可以早上喷一次 晚上喷一次 那如果说真的觉得效果很好的话 我只要有空喷 你要喷几次都可以 因为它对于整个环境的提升 磁场的提升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好 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呢要怎么样 就是要准备一个抱枕 那这个抱枕上面呢 因为抱枕有很多种样式 那老师会可以建议 给一个建议你们可以选 抱枕上面有牡丹花的这个抱枕 为什么因为牡丹花它有另外一个别称 它又要叫做富贵花 那富贵那抱枕上面有富贵花的话代表什么花开富贵嘛 那花开富贵的话不止就是说可以增加我的整体的贵人磁场 对于我的这个事业的运势 财运都能够有帮助 那这个抱枕呢 老师建议在客厅放一个 在房间放一个 这样不管是我出了房间 我到客厅我可以抱 我回到房间我也可以抱 为什么要三朵牡丹呢 因为三朵牡丹呢就叫做三合牡丹 三合牡丹 哪三合 这代表了我的贵人运 代表我的财运 还代表我的桃花运 那这个桃花运也不用过于误会 那桃花有很多种嘛 人际桃花 那跟先生之间的这个感情 也是由桃花运在做加持的 好 最后一点来了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再搭配上这个五行的 五行的必洗手链 那这个五行的必洗手链 是做什么用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人在运势不好的时候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个人在运势上面 五行分配的不完全 我可能某些比方说我火过多了 或者或者是说我水过少了 就会容易有这种运势不平均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如果透过五行 这个必洗手链 我带上去之后 它第一步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先帮我们个人在五行上面 做一个平衡 平衡之后我运势稳定了 重点来了 在这个这个必洗手链上面 它有一个呢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叫做草莓精 那这个草莓精的功用主要是做什么呢 用来增加个人的桃花运 所以以上这四个步骤呢 如果各位朋友 你们能够靠自己的方式 去把这三样东西找出来 按照老师建议的步骤 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桃花运 还能够增加富贵女王居家的磁场 提供各位做个参考